十三米高的主燈 幾樣如意 晚間才要點燈 但白天就已經把豐原區擠爆了 現在看到的感覺怎麼樣 很好 因為去坐火車區 今天車這樣子還滿方便的 這麼聰明就要坐火車 對啊 因為我們有上網去查 為了美麗的主燈 擠在豐原火車站前 有人忙著搶先看 搶先拍 還有人忙著排隊 大人帶著小孩 並排再並排 全是為了揚年小提燈 我排差不多半個小時有了 燈籠而已 燈籠喔 對 兩年的燈籠 今年的台灣燈會在台中 而且還擴大舉辦 一共四個燈區輪番上陣 晚間第一個開跑的是豐原區 但打頭陣 交通問題最緊守 20分鐘了 20分鐘了 有這樣塞過嗎 很少 那這樣怎麼辦 等啊 等過再過去啊 三旬這樣 連公司司機也說頭一遭 因為以火車站為核心 幾乎處交管 處處此路不通 但防困不是沒有方法 這回味的燈會 一共提供10個停車場 其中650個免費停 或者在豐原大道有25個接駁點 15分鐘就會一搬接駁車 另外利用雙鐵也是好方法 開鐵10分鐘就有一搬 開到豐原火車站 盛大燈會總是引爆人潮 凡人的交通問題解決了 才能賞燈 賞得進行 接著韓志信 徐憶玲SNG小組 台中 採訪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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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